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那個 一樣是動作,但是 要碰在這個角色上面的動作 那 一樣,一開始視訊都要打開 然後 因為我們現在要偵測在這個角色上面的變動量,所以我們來做一個 就是類似觸控的功能 觸控功能 那 如果 你有視訊的動作在這個角色上面 碰到他的話,碰到這隻小貓的話 那我們就讓他做一點回饋 好,那首先 一樣,我們用如果 這時候因為只有一種選項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如果就好了 一樣要用一個 判斷式 判斷的那個負贏運算,所以我們一樣把這個數字丟進來 丟進來,那一樣我先用50,然後不合適再調 好 把他丟進來之後呢 如果這個變動量,在這個角色身上的變動量大於50,那表示有人碰到他囉 那我就讓他說 讓他跟你打招呼好了 就說Hello 好,一樣 要重複的執行 OK 好,重複執行 那 好,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一樣 做一個變數 讓各位可以隨時了解他的數字,數字是多少 這個就是在我們測試跟找那個靈敏度的階段 會需要用,會需要看到這個數字 那如果說你 遊戲都調整好,這個其實可以不一定要 好 慢慢看一下 好,現在因為數字都小於50,整個畫面的變動量都 跟他沒有關係嘛 跟他有關係的是碰到這隻小貓的時候 他的變動量 好 有沒有 然後因為這個積木他是 他是不會 不會就是變換的,所以我們換一下,我們應該用 用說Hello 一秒鐘就好了 所以如果沒有碰到他的時候,一秒鐘之後他就會停掉 好,來再一次喔 重新來 OK 現在外面都沒有大於50,碰到他大於50,他就說Hello 離開之後就沒有了 繼續說Hello 一直碰到他,他就一直說Hello 離開他 那個視訊變動,他就不會超過50 好 所以大概這個就是 動作在這個角色上面的用法 來,請你試一下